最近在日本上映的一部創銷電影 叫做吊車尾辣妹 是由真人真是改編的 那么剧情是描述 女主角在妈妈跟老师的 循循善用机下 她找到了读书的乐趣 最后还考上了日本的名校 那么电影票房开红牌 而且在日本的社会造成轰动 最近日本最夯的一部电影 就是由曾经演出日剧 小孩女的青春女星 有村嫁唇 主演的吊车尾辣妹 叙述一个原本不爱念书 成绩坦不忍睹 只有小学四年级成都的高二女生 现在只花了一年的时间苦读 又考上日本数一数二的 名校青银大学 一支又感人的电影 一号在日本上映 不到两个星期 票房就突破十二亿日币 超过三亿台币 这一场人数突破百万人 这部唱销电影 其实是真人真是改编 二十七岁的小林莎也加 就是成就奇迹的主人公 小林莎也加因为遇到好的老师 和妈妈全力支持 高二同时书本 每天念书十五个小时 从吊车尾考上第一志愿 为了回忆默默支持她的老师 家人和朋友 她拼命努力 不但改变自己的人生 更让所有不看好她的人 为止改观